这个发布的呢是发布在生活小编子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支持性如何 说现在苹果推出利率4.15%的储蓄账户 无最低存款要求 我赶快去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的利率 因为俺也没钱嘛 说现在活气利率呢是0.35% 因此这里面这个朋友说 高出那个现有利率10%是此言不虚啊 可以的是对的 iPad这个苹果的这个账户储蓄 可以使用年利率4.15 苹果开银行了现在 没有最低存款要求 可以通过苹果手机上的钱包用于程序设置其账户 你看这个厉害了吧 苹果公司是通过高盛来推出的这个储蓄账户的 从今年开始 用户可选择使用高盛的储蓄账户 获得4.15的年收益 这一利率是全国平均利率水平的10倍以上 此外没有最低存款或最低余额要求 用户直接在钱包中的程序里轻松设置和他管理他们的储蓄账户 你看对银行业多大的打击现在是吧 你蚂蚁金服你天天闹闹闹闹闹闹闹你没弄成弄成弄成一般 看人现在也开始弄了泄密 马云 而且它这个设置呢 还可以有更多的价值 是给你省钱 这里讲储蓄平均的全国利率3.5% 高盛在没有最低额和月费的情况下是3.9% 这个是什么公司是3.5% 这个是我直播间一小朋友给我告诉我的这个信息 似乎他说这个他认为是一个重磅的东西 可能真的是也挺重磅的吧 而且后面苹果设置的是在通过他那买东西可以给折扣 把钱他放到他那里又可以有利息 这不就是针对着阿里巴巴和腾讯还是这些个东西 来搞这些个事 这个我们这个远离沙南就是要学会理财 其实就是要认识钱 你看你利率高百分之 你高高10倍 这里关于到还有外币的问题 这学习 我觉得挺头大 是吧 从这点来说 我还不会赚钱 我也不认识钱 还不会管理钱 我认识钱 都可能是渣男的表现 都是难得里缺得的意思 嗯 嗯 谢谢观看